谢谢夏校长的介绍 然后我是游子介 然后现在在中国的西双版达二代植物园 做博士后研究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这里分享一下 我做的一个主题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生物地理学 还有我研究高山植物 它到底在台湾跟东亚大陆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奇特的生物性连接 那这对我们作为台湾人来说 有什么样的启发 那我的题目就是讲通往世界的植物 那其实我现在做的一个田野的一个地区 是在中国的横断山区 那它其实东亚内陆一片非常广大的山芋 那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云南 那云南可以知道它的省会是昆明市 昆明市是一个在1900公尺左右的高原区 然后我在那边生活了一阵子 那也喜欢在咖啡店 跟在台湾的生活是一样的 喜欢去咖啡店工作 那工作咖啡店里面有一些认识了一些好朋友 那其实我们叫云南 它是跟台湾一模一样很多山的一个地区 以横断上为主 那山脉水系非常的复杂 然后繁琐 那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少数民族 那所以说在昆明市里面 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肤色的人 或是有不同文化习惯 那在咖啡店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认识的一位女士 她是那边的职工 那这位女士她是来自一个叫云南哀劳山的地方 那个名字很奇特 很像佛教的里面的那个山 哀逃的哀 地劳的劳 那这座山其实是一座非常漂亮 高度拿到3000多公尺上的一个 也一片很大的广大的山区 那这个其实属于横断山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女士呢 因为对 我一听说我在台湾有写书 所以说她就觉得说 我会不会背一本书给她看看 我背过去之后 没想到她居然 因为对中国的一般人来说 看繁体字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我们的书是右翻直排 所以他们说很多 他们现在是左翻横排 所以说对很多中国的阅读人士来说 看我们的书是 看一两页就立刻昏睡 就是很想睡觉 就没想到这个女士把书看完了 然后她写了一个 她最近跟我讲了一个心得 那我非常感动 她说她小时候生长在大山 那什么是大山 其实就是横断山 那他们不知道那个山的名字是什么 她就说这个 我们生长了小时候就长在大山里 却不知道大山如何的神秘美丽 还有这么多故事 可是这个大家想过她看的书 我们在我写这本书是以台湾的高山为主的 和横断山之间的连结 她认识她自己的家乡 却是用我们台湾的高山 还有台湾这边高山植物的故事 认识了这块整个高山生态系 还有山上生物之间的神奇 她回头去想到她自己来自的大山 原来有这么多有趣的高山生物跟高山的生命 那这个就是我在整个在现在四年 大概在中国的这个整个工作要结束之后 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 就是原来台湾跟中国深处 这个东亚大陆深处的这座横断山 就像镜子里面的两座山 它不论是生物上有彼此的印象关系 甚至从这些生物上 他们之间的故事跟连结 对我们生活在两地 生活在当地的人的生命印象 也可以带来 藉由生物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种镜中山脉的概念 其实在世界上各地方 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种感触 那这是我一开始想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 会一直围绕在这个东亚大陆的横断山 跟台湾之间的高山 那这个是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小故事 那我相信在座的大家 可能有些人喜欢爬山 可能有些人不见得喜欢爬山 或是有些人是看过 我之前写的一些科普书 在介绍高山植物 但是相信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大没有很少人真的上山去看过 高山长什么样子 高山上的一个景观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书里面要讲这些生物的模样 长上山的人可能也 也很熟悉这样子的画面 但是有没有仔细去看过里面到底长了什么样的植物 像这个是我们雪山 台湾第二高峰的一个雪山山顶的一片白木林 这个白木林就是被果烧过之后 留存下来的树干的一个残疾 那它们是御山原博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底下 夏天初夏的时候 整个山顶花开灿灿 这些金黄色的花朵 都是比较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书里面说的高山植物它叫做御山金 这个雪山翻白草 就是它叶子翻过来是白色 雪山的翻白草 汗 这里还有一些是御山金梅 然后这旁边像这种小小的树 看起来像欧美花园里面 庭园造景的那种小树 很漂亮的小树 就是高山的杜鹃花树 那由这些物种 这里还有我研究的一个食物 有刺的小货 它也是小小的 能近一点看就看到开黄色很漂亮的花 这个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在台湾高山的夏季会看到的景色 那这个是一个现在在中央山脉的深处 我们很基本上除了爬山的人 可能一般大臭很难去到山里面 看这样子的一个景色 那这片景色其实是 我就算在国外工作很久之后 我想念台湾的山的时候脑袋里面 它会出现的风景就是这样 那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生物来组成的呢 我们看到这是一片很大的山中的谷地 然后旁边有真叶树 就像欧美一样 由真叶树组成的单一个树种组成的森林 所以它的视觉景观看起来很简齐一致 很漂亮 可是这里的树都是什么树呢 是叫松树 是台湾二叶松树 我们如果去欧美国家 或者去欧美其他地方看 单一森林大部分是冷山 可以听到什么 Furse 铁山 冷山 或者是一些云山这一类的东西 雪松什么的 可是在我们台湾的深山里面 是一片很便宜 他们以前的博物学家称这种松树 很Handsome 很英俊 有很树形 很英俊 很漂亮的一片二叶松林组成的 纯林 包围着像是阿尔卑斯山草地一样的草原 但是这个草 却不是草 它是竹子 它是叫玉山建筑 它是一种我们 不是在科普里面 第一些频道看到熊猫在吃建筑吗 那个建筑是不是 一条长长的 不会 熊猫不在地上趴那个草吃 它是拿着一根在啃 那这个建筑跟我们台湾的这个玉山建筑 其实就是亲人关系非常近的物种 只是说它在一些特别的生态环境里 它会被压的小小 非常小 像这么小 所以它变像草原一样的景观 然后再来也想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也是非常有名的 可能有听过南湖大山 南湖大山上面 它因为曾经受过冰河的侵蚀 所以这个还有台湾山地本身 下雨降雨比较强烈 山的侵蚀比较大 所以我们台湾的高山的特色 就看到很多光扑凸的岩石 或是峭壁 那像这样子的地方 一般的植物是无法生长 只有高山植物 所以你看这个 大家看这个春天下初的时候 山上的整个峭壁之上 长了非常非常多的植物 那这些植物看起来像开花一样 但其实不是 这个是高山植物的叶子 的新叶 新长出来的叶子 它上面披的龙毛的颜色 就像花一样 甚至比花还漂亮 那这边一样像是日式庭园造景的 千奇百怪的姿态的 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在书上 或是在电视里面上听过的 玉山圆柏 圆柏就是一种柏树 我们在校园里面 却常看到龙柏树嘛 可是可以长得很高 值得很美 但在高山上的圆柏 它的姿态千奇百怪 因为土壤很薄 它必须挑有比较深土壤的地方 才可以把根扎下去 它也被强风侵蚀 所以说它的一个姿态会怎么样 会歪曲扭巴 所以特别的 有些像陆野忠雄什么的 过去的一些博物学者 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 就对这样子的景象非常的着迷 再来这个也是我们台湾高山上 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 因为去荷欢山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样子的景色 那这样子的景色是什么 是一样是有像是草原一样的 一个景观配上深夜树形成的一个交替的 这种绿色 深浅绿色镶嵌的很漂亮 像阿尔卑西山的一种景色一样的景色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是齐来祖山 那这个草原一样不是草 在台湾这里 我们看到这种原因是竹子 是玉山竹子矮化的玉山竹子 所形成的像草原一样的景观 那为什么我要在一开始 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高山上的模样 就是因为我们做科研的时候 其实路程非常的漫长 或是很多时候 基本上是自己一个人在跟自己对话 有时候会跟同行一起讨论 但是更多的时候 其实走在这条路上 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上 心理的一个坚强 那其实对我来说 一直可以做这件事情 或是到一些比较痛苦的环境里面 去出野外工作的时候 很大一个支持我的动力就是 我的脑中有时候会想到 就是台湾的山 这些就是我平常以前登山十几年 收藏在脑海里面的回忆 就是这些风景 那这些风景 我后来理解到 它之所以会成为这样子的风景 我刚刚讲 为什么要特别把植物的名字点出来 就是因为要有像这样 台湾冷山 要有玉山建筑 它们的存在 山上才会长成这样 那要有玉山原博的存在 也要像这个南湖杜鹃花的存在 我们的南湖大山 它在视觉上的 除了地质的外表之外 视觉上的一个景色 才会形成它现在这样子的景色 这是我最念的风景 我想知道它怎么样在台湾呈现出来的 这变成是一个我很重要的 去一直前行的一个 很执着的一个动力 那其实在探讨生物怎么起源 或是迁徙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的传统 或是我们其实本身 就很关心的议题 我这也想先提一个 就以台湾人来说 我们非常在现在的坊间 有非常多的书籍在讨论 或是报章杂志 我们都会去讨论 台湾人是谁 台湾人有谁 有什么样的主持人 有什么样的族群来组成 我们非常在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也非常关注写了很多书 去探讨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台湾人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它是个多元族群 最大两个族群 一个就是南岛语系的民族 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汉民族 南岛语系的民族 虽然人口比较少 他们的文化语言 各种生活方式 在岛语上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 都非常的多元 那汉民族虽然人多 但是他的文化是比较单一 但不论是南岛语族也好 还是汉民族也好 他们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 他们来台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南岛语族来到台湾 时间是七 至少七到八千年前 那汉民族它是比较晚的 像我们家 游家 我就记得我好像快第九代 第八代 所以说我们汉民是比较早来 比较晚来的 大概是可以在明朝末年或几百年前 南岛语系的民族大概推到七八千年前 但这里有个重点是 虽然有在台湾现在这两大族群里面 两大族群里面虽然有先来后到 可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人 我们把时空拉久一点 这个 无论是南岛语族也好 还是汉民族 我们都可以追到同一个共同的祖先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属于一个物种 我们都是智人这个物种 智慧的智 智人这个物种 南岛语系的族群 还是我们汉民族 我们大家都是智人这样一个物种 那大家可能有听 以前上自然科学的时候 有记得生物界是有分门别类的 那种是一个最比较下阶的一个阶层 种上面有的是属 我们在常看科普说 什么常看到说什么属什么属 像玉山建筑 玉山建筑属 不是各种属 对不对 那属的时候 其实我们人这个种 就是属于智人属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植物 各个属里面 可能都是少七八种 十几种的物种 这只有上百种物种 但人这个属非常的孤单 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 只剩下我们自己一个物种 那我们曾经有什么样的兄弟姐妹 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尼安德卡文 还有丹尼索瓦文 这都是人属里面 我们曾经有的兄弟姐妹的物种 不论他是曾经被我们干掉了 或是因为大地天大自然的筛选 他们消失了 现在只剩下我们自己 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在台湾岛上的 我们如果去短尺度去看 什么南岛与世民族什么时候来 汉民族什么时候来 这样子去看 是一种观点 那我们把时间尺度一拉长来看的时候 其实全部都牵扯到 我们智能这个物种出非洲 像是有一派的论点是认为 我们智能这个物种 是从单一地点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个地点是非洲 都牵扯到这样 非一个很宏观的一个 我们自己祖先 他们都是也是智能 只是活在更久以前 几十万年前的我们 从非洲走出来一路 世界各地不断的迁徙 他来到欧洲 也去了东亚大陆 然后也再来到北美洲 那我们台湾在这里 台湾在这一个整个过程里面 在这整个智能出非洲的 这个过程里面 他在什么时候来的 什么时候拓殖的 其实跟我们南岛与世民族 跟汉民族 这个是尾跟头之间 时空尺度上不一样的一个差别而已 但是不论是哪个族群 我们都可以推论到非常久的 共同的一种迁徙的历史 那为什么 其实像这个历史到现在为止 世界顶尖的科学杂志 都还在探索人 我们智能这个物种的起源 还有传播的像这个历史 这都只是假说而已 目前还有很多研究 都在想要去探讨 到底智能是不是真的 从非洲出来 我们这个物种 是不是真的先到了哪里 先到了欧洲 还是再到了亚洲 为什么科学家这么探究这个问题 因为这有一点 哲学形象的一个价值 因为这牵扯到我们这个物种 我们人 它的存在的价值 存在的意义 它当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靠着吃饭 玩乐 生活这样所展现的一种意义 而是我们这个物种 叫宏观尺度之下 我们不是从外星 被跟着陨石 被丢到地球上来的 我们是有一个起源的 我们是有一个源头 我们是有一段迁徙的历史 我们不是突然来到地球上 无依无靠的一群 奇怪的生物 我们跟地球上所有的万物 生命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place 我们有自己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基本上 为什么我会去专注在山上 这些植物 它们怎么起源 怎么来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可以想想 我们平常就是很少关注 在探讨生物存在的时候 或是分布的时候 人类这么关心自己这个物种的 一个起源的分布 却很少去思考 去想别的身边的生物 还有跟我们 以这个为例的话 就跟我们 以高山植物来说的话 就是跟我们住在 同一座岛上的其他生命 它们到底怎么来到台湾 我们很少去关注这件事 我们可以想象 你会去关注家里的那只蟑螂 它是什么物种 它是什么时候来到台湾 然后最后到你家的 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吗 路上这个麻雀 这么多麻雀 大家有想过 麻雀是怎么来到台湾的 它是一开始就在台湾吗 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 台湾岛是怎么样诞生的 台湾岛是从海里面冒出来的 是在地壳挤压之下 从海中冒出来的 所以说现在岛上所有的生物 我们不管人类 所有的生命 它都是从别的地方 来到这座岛上的 它不是在岛上用泥土捏出来的 用石头做出来的 它更不是从饮食上 掉到台湾岛上 突然就有了生命 我们这座岛上的万物森林 不只人类 都是从四面八方 各个地方的地区来到台湾 最后形成了一个 现在的生物社会 跟生物的群体 那之前我们就曾经 因为这个这样子的问题 涉及到一个学门 叫生物地理学 所以我们就很 之前我出了一本书 那这本书里面 就是在讲这个生命的一个 台湾岛上有特定生命 它先来后到 它传播历史的一个故事 那没想到 就是当时我们 在做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就会想过 台湾的社会 会关心这种事情吗 我们有一个问题 最大一个问题是 我们在想一件事 以出版社来说 他们当时我们有个困难 有个很纠结的一个心情 就是我们不知道 自己的读者是谁 因为通常你在出版一本书的时候 你会预期到 谁会看我的书 谁会对这本书有兴趣 我们在出这本书的时候 想不出台湾 会不会有人对这样子的故事 这样子的事情有兴趣 这是一个当时我们很彷徨的一个点 但没想到出来之后 非常多这本书回响比较大 然后也激起很有趣的是 很多读者他写信到 出版社会写信到 在脸书上可能找到我的讯息 写信给我们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些读者们这三年 这本书出版三年以来 很多读者给我们的一些回馈 他们说的第一点是 他知道他们读者有的第一个心得是 他知道台湾人是一个多元族群 但他不知道原来山上的生物 或者是岛上其他的生命 原来也是多元族群 这个多元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生物多样性的多少种 而是说它的来源地 也是很多样的 有些可以来自于日本 有些来自于朝鲜半岛 有些来自于东亚 有些来自北美 甚至有些来自于遥远的南半球 这样子的地区的多元族群 非常多 那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很多 所以第一批读者 他的想象的心理就是 原来这座岛的特性 就是一个迎接四方生命到来的岛屿 这是他们觉得很珍惜的 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 那再来第二个 他们提到的分享是 我们为什么现在珍惜自己是台湾人这个群体 我们很骄傲 像是个多元群体 然后是一个很多元的族群 原因就是因为 假设台湾岛 再从海里面冒出来一次 台湾现在上面的能群组合 或是跟现在一样吗 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台湾人的组成是一个机遇 我们在演化上可以说是一种Evolutionary 的Chance 是一个机会 机遇 是一种历史性的世界 它不能怎么样 它不太能够被复制 所以说我们对自己现在在岛上这样子的一个群体 是非常珍惜跟自豪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 其实山上的社会 他们藉由这本书 他们想到了一点 就是回馈一点事 原来山上的生物也好 因为我是做高山植物的 当然可能在场也有喜欢水生生物的 也有喜欢动物的 不一定是植物 这座岛上所有的生命 都是这样子的一种机遇的集体 什么是机遇的 也就是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区 因缘际会之下 在现在你这样子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眼前 这样子的机会 它不太能够被复制 也就是说再来台湾岛再出现一次 不会再看到一样的这个组 很难有机遇看一样的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很纠结 或是很专注想要去探索台湾高山上 或是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高山风景里面 是由哪些物种组成 因为如果说高山再隆起一次 不见得是你会看到 其他我们看到这个奇来大草原 你不见得会看到杜鹃花盛开的山林 你不见得会再看到 玉山原博这样美丽的生姿在山上 因为有可能都是别的物种 那我其实有这样子的思考 其实跟大家可能觉得 我可能会好奇我怎么开始爬山 因为我有这些思考 我有山的植物去做这些追求 其实源头还是跟爬山有关嘛 那其实爬山的话就是 其实我一开始小时候体力很差 可能我咕咕他们知道 就是我这个小胖子 然后我也不喜欢去爬山 但是有一次中学的时候去了 因为升学压力 所以就爸妈带我去那个官物自然 官物国家森林公园 森林游乐区 森林游乐区 那官物山庄 那有个官物山庄 不知道我们去住过 它海拔其实蛮高的 那其实官物山庄往外去看 其实就是很美丽的雪山山脉 那当时我记得就是那天 官物山庄隔天早上 我就去爸妈的照片去看日出 那这一个图片 这一张照片虽然不是 我印象中应该不是官物山庄前面 但是也是同一个角度 我对印象很清楚 当时照片这个底下 是被云海包围的 官物是云的故事 有这个昵称 它底下是被云包围着的 所以说我那时候一出去看到 日出的时候觉得很惊讶 第一个我看到远方的天际线上 有非常高的山脉 它山零零 就是山势非常的零区 然后非常的曲折 看起来很高很高 然后当时因为底下的画面 是底下的时候被云海涂满了 其实我那时候心中 有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印象 就是怎么这些远方的山 好像岛屿一样飘在天空上 我那时候想说 我这是什么地方 我从来不知道台湾有这样的地方 我自己生活在一座岛上面 我竟然不知道岛上面 还有另外一座岛 这座岛是漂浮在临海之上 那时候对我非常震撼 因为我就想说 这个到底是哪里 当然现在知道 那个就是我们雪山上 很著名的一个一条陵线 它全台湾海拔平均最高的 叫圣陵线 神圣的陵线 那是因为日据时代 有一个登山家称赞 它是神圣的 看完这条陵线 就可以得到台湾的一个 登山的一个贵怪 然后它叫这条陵线 叫神圣的陵线 那我就非常想知道 这个圣陵线 它到底上面是什么模样 长了什么样的生物 到底是什么情况 于是我就加入了 就是进入到登山社 那当然进去登山社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 因为上大学 就马上加入登山社 那其实登山社很有趣 它一开始是怎么样 它因为我们去爬高山的话 其实需要花一点时间 对不对 我们平常大学生 只有周末可以上山而已 那一开始去 然后去国家公园里面登山 也需要一些入园申请 一些手续很繁琐 所以说基本上 一开始登山社 带我们去哪里爬山 就像我们台中旁边 就是浅山 中极山 中极山就是 中海拔比较中 就是比较低的 两千多公尺左右的高山 山上去拔 大家可以如果上山 喜欢上山 就知道 泥巴很多 对不对 烂泥 然后全都是绿绿的 然后跟我想象中 跟那个云坎上岛屿的那种 不知道上面那种 都是石头的感觉 非常不一样 哇 这个非常痛苦 又是社会文类非常多 然后就对我来说 就会造成很大的震撼 就另外一种震撼 原来台湾的山 里面是这样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地方 那不管怎么样 后来反正经过一年的锻炼之后 终于来到就是之后这种能力 可以去圣灵县上面爬山了 但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一个心得就是 当我真的去了圣灵县 因为圣灵县这是圣灵县的风景 圣灵县因为很高 所以上面有好几座比较突出的山峰 被选成了台湾百越 所谓的台湾百越就是 它因为山势突出比较美丽 然后具有代表性 所以被选成台湾一百座最代表性的高山 当我在圣灵县上爬了这样子走完之后 我也挑战了许多 就经过登顶的许多百越 但我现在让我现在去回想 我登顶的时候有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吗 其实都记不得 当然知道登顶的时候很快乐 因为有了百越 登了百越 但是实际上就是 我到底记得什么样的画面 什么的 我其实都记不清楚 我记得的是什么 我记得是在登顶圣灵的图中 我跟高山上植物相亲密的一些接触 我这要具体的举几个例子来说 第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常去高山 以后有机会去高山爬山 最常遇到的就是玉山建筑这种植物 玉山建筑 我们刚刚看到它的一开始的画面里面 它会变得像草原一样 可以长得矮矮的 像草原一样的景观 但事实上 我们刚刚讲过 熊猫吃的也是建筑 只是不同种 不同关系比较稍微远一点的植物 它吃的是一条的竹子 那其实玉山建筑在台湾 因为它会长成草原 是因为一些环境的因素 但是如果是长在森林底下的时候 它就是两三公尺这么高 就是像一般的竹子 然后粗细带就是我手指这么粗 那这些竹子一旦枯了之后 它不会倒掉 它就留在那里变成竹竿 那竹竿我们只要走过去碰撞 或是它被风一吹就会断掉 形成一个长长短短的断面 那我们去爬山的时候 下去经过这样子的地方的时候 这很危险 因为这东西走路就会戳到眼睛 或是戳你 其实很蛮危险的 因为它就长得那个高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讨厌 就是都在自己的眼睛附近 那甚至有一次我比较惨 因为山里面很湿滑 一摔跤 然后一摔倒 我就被建筑插到 然后这个建筑不偏不移 就插在一个地方 那不是眼睛 因为应该就插 插在我鼻孔里 我的鼻孔多大 就这么小 它也可以就这样插进去 就是我就觉得非常的故意 就是山神对我有偏见 就是痛得哇哇叫 这就是我很深的 对跟玉山建筑所产生的一个回忆 再来的话 这个是喜马拉雅山地杜鹃 这是一种一群杜鹃花的名称 范称 它不是它的物种名 像喜马拉雅的山地杜鹃 它非常的美 你看到它跟我们平地校园里面 看到的杜鹃不太一样 就是它是一球一球 它聚集在枝条顶端 开成一球一球 像彩球一样 很漂亮的一种 视觉上景观很震撼 很漂亮的一种形式 生长形式 那台湾的高山上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不是有南湖大山 不是有长得很漂亮 像花一样 青叶的那种橘色的那种树 那个就是其中一种 在台湾的喜马拉雅的山地杜鹃 那在山上 我们对跟这种山地杜鹃的交集 也非常的深 因为像以前有时候登山入记 势必要经过这样子杜鹃花树 形成的树丑 那大家有没有在家里种过杜鹃花的经验 杜鹃花其实不是很脆的植物 就是它不是啪就折断了 它的枝条稍微有点韧性了 甚至在高山上的杜鹃 它可以长到这么粗 就是这么粗 所以它是我们经过登山经过的时候 是没办法把它折断 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些杜鹃花 形成的树丑的话 我们只能推它 推开它 那其实在丹安社它的训练比较像军队一样 就是像我们以前爬山刚开始爬的时候 一开始就要学长姐就叫你走前面 去开路去黏蜘蛛 去把那些湿湿的东西都沾一沾 然后学长就可以 学长姐就可以比较干爽的走过来 但是不是哦 那那个时候在遇到这种杜鹃花虫的时候 我们就很开心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要用力一推 杜鹃花会怎么样 它因为不会被折断 它会反弹 就直接 然后可以打在后面的那些小姐身上 所以可以推越大力越好 所以我们就觉得非常棒 那我自己大家开路还是免不了会被打几巴 就被它这样 这真的很痛 那个反弹力 我就觉得我想 每次在那个时候就会欣赏 我小时候 我都从小到大没有被我爸妈打过几巴掌 就是在山上 这边被这些树这样 一直想边打 打这个脸 打头 打背 全身这样边打 那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 那再来的话 当然还有 像这里 我们看到 刚刚在高山上可以看到那些 柏树 叫圆柏树的东西 本来应该是要长得直直高大的 七八公尺的大树 它在高山上就变成匍匐在地上 矮矮小小的这种 驱着的 像庭园里面种的园艺树种一样的样子 像这样 矮矮小小的 但是它虽然矮矮小小 那是因为环境使然造成它不能够长成大树 它这个里面的树干 你看它其实还是很粗 但它虽然矮矮小小 它这种树 大概可能有几十年的历史 几十年的寿命 或是有些可能上百年 它虽然长得还小小 看起来这样 其实非常的 所以它的树干 树枝非常的坚固 所以像我们去高山上 我们讲过很多时候 高山上台湾的山很多峭壁 所以说我们要架绳索 我们就会把它架在这个玉山原博上面 把它绑绳索 让我们可以拉着渡过一些危险的地形 所以说在山上 我在登山的过程中 对我已经忘记登顶的实际的印象是什么 但是我却会永远记得 就算我到国外去了 或是以后到了别的地方 我都永远记得杜真花 这样打我一巴扎 然后建筑戳我的皮口 然后在很害怕的地形上的时候 靠着玉山原博救我一命 或是带领度过一些特别的地形 直到2009年 我已经上了去日本登山 那日本的话是 我们先想到全世界都是有高山山卖的 不是只有台湾 所以日本登山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 我在日本人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登山给我看到很多不一样高山上 世界其他地方高山上的风景 甚至这个我们可以看爬山也很差很多 这就是日本的一个学妹 日本人 你看他们爬山是怎么样 背着小小的背包 跟我们平常在看到台湾爬山 那种大背包的照片不一样 他穿得很轻便 再来你看他还戴得很 很轻松 很休闲的遮阳帽 我们在台湾爬山戴着帽子很容易就 下面一定要绑好 因为很容易就被树枝勾飞了 或是风很大一下就吹走了 然后再来背包也一定很大 你看他们背包没有背包套 在台湾登山不被背包套很辛苦 因为很常下雨又潮湿 再来他也没有穿雨鞋 因为我们在台湾有时候会喜欢穿雨鞋爬山 因为台湾的环境太潮湿了 但是因为日本的高山 你看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白白的东西 有雪也好 或是碎石也好 穿雨鞋并不适合 再来你看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颜色的衣服在爬山 白色的衣服 这怎么可能在台湾穿白色的衣服在山上爬山 一定很容易弄脏嘛 对不对非常危险 所以说除了这种登山方式之外 我们第一个看到 我在日本爬山的时候 第一个很震撼的原因 因为我看到虽然都是高山 也看到像我在我们一开始看到 玉山圆箔那样 像由矮矮的树所形成的 在高山上形成的这种景观 像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种深深的 绿色深深的植被 其实就是也是那种矮矮小小的树 它们因为环境使然 所以在高山上都不能长成大树 只能变了匍匐形的灌木 但是台湾是柏树 圆箔树 在日本是什么呢 它不是柏树 它是松树 这矮矮小小的东西是松树 是以一种松叫眼松 那个眼就是个人字旁 在一个芳 然后里面在一个燕 四海青燕的那个燕 那个眼松 这样一种松树 再来你看 看起来跟我们一样 会有绿绿的 以为像建筑一样 所形成的草原景观 交接交替的在这里 看到没有 你仔细看近处的 它不是竹子 它是真的草 所以说你去其他国家 在日本旁边 有一个很重大的差异 就是同样的高山 在不同世界 不同的地方 它是由不同的植物 来组成的 尽管你看起来是相似 但是组成的实际物种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甚至我后来去了美国爬山 去美国也去美国玩 去美国爬山之后就发现 美国更不可能被什么建筑戳鼻子 更不可能被什么杜鹃花打你巴掌 虽然也会有柏树 什么也会有柏树 但是会像这样子 像台湾一样 像地毯一样 铺在地上 形成高山上的景观 那个景色也比较少见 所以说借由去其他地方的高山 我看到台湾高山很特别的地方 也就是图形我们刚开始 读者们给我们的一个回馈 就是原来山上的这些 现在在台湾山上所聚集在一起的 这一群生物 建筑 杜鹃 原博 还有像我研究的小货 这样聚集起来的一个 是一个非常机遇 历史性的一个 不见得能够再复制的一个群体 那随着在世界旅行 或是去看 开始会去查很多照片 我们去看其他的高山上 长什么样的 你越来越会能够看到说 其他高山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越来越能够看到台湾 特殊的地方 但是直到有一天 你发现世界上突然有一个地方 那里有会戳你鼻子的建筑 那里也有会打你好几巴掌的 喜马拉雅神力对军 那里也有会刺人的小破 那里也有跟台湾一样 或高或矮在行线上展成 形成类似高山景光的玉山渊波 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一个地方 当你看到 越来越容易看到不同之处的时候 你却突然发现有一个地方居然出现了相同的事物 这个地方就是横断山 那如果撇出这是横断山一个随便的一个拍摄的一个角落 你们看如果撇出这么高的这种大石灰野大雪山之外 剩下的看到这样 绿绿的草原其实有大部分里面是由建筑所组成的哦 虽然它不见得是玉山建筑 而是别的建筑 再来看我们荷花山每年去山上赏的就是这样子的风景 什么样的风景 高山使马拉雅杜鹃花盛开成盛开的这样子的风景 然后实际上去看这里你看 真叶林跟杜鹃花还有建筑交组出来的这样子一幅画面 似曾相似 那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叫横断山 它是在东亚的深处一片很广大的山域 它不是一座山 那为了探求 我们刚刚讲的一开始跟大家介绍 我想要去了解台湾的高山这个 就像探索台湾人的起源一样 我想知道高山人 高山人的植物到底是怎么样来到台湾这座岛上的 所以我就决定要出到这个地方去进行野外调查 那其实我们可以来介绍 横断山其实不是一座山 它是一座山域 很广大的六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山区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山脉 那我想先跟大家 这个是横断山主要的座落的一个区域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 这一块区域其实非常特别 它是一块平均海拔超过四千公尺以上的区域 它位在东亚内陆的深处 对全地球来说 它就像是地球的肚脐 你可以想象四千多公尺 这一片山域全都平均海拔四千公尺 它是如何的崇高 然后它又这么的范围 这么的巨大 就是真的像地球像凸起来一大块 从你看附近都是海洋 附近如果有平原的话 那整个视觉上落差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可以想象 在想象一下非常巨大的一块 很广大的山体 那大家看到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大家以前上课也好 或者第一执事也好 看到这一块地方 红红飙起来的地方会叫它什么 这是清汤藏高原的可不可以举个手 那清藏高原的呢 那喜马拉雅山的呢 都有对不对 只是越来越少 但是其实我们对这一块地区的认知非常的无知 我们对我们离物 其实台湾离它很近哦 所以我们对东亚深处这一块举世无双的高原 就是高空上的大地非常的无知 因为现在其实以最新的地质证据来说 它叫做泛清藏高原 它不是清藏高原 也不是清藏高原 也不是喜马拉山 为什么 因为这一块泛清藏高地 其实有四个很大的区块组成的 第一个是你可能也比较熟悉的 叫中亚山脉 但是以什么为主 天山为主 天山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或是有去过新疆玩 就会看过天山 天山就是 日武侠小说里面会写的 再来另外一个是 大家很熟悉的喜马拉雅山 这个是世界上好几座十座 十几座八千公尺以上的飓风 所助力的地方 世界上最高的点就在这一区 圣母峰也在这里 再来是一片大家很知道 刚刚可能更有更知晓的清藏高原 可可西里还有荒芜的大地 高原生物 还有藏族 神秘的藏传佛教都在这块大地上 可能有听过 也比较熟 大家也会去玩 再来是 默默无名的我们刚刚的主角 横断山 他就卡在右下角这边 那为什么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是因为他为什么能够分成四块区域 并不是说他的地貌上有什么差别 他并不是像台湾这样去切台中台南 用个什么南北来切 或是用中央山脉切成台东台中这样东西两侧 他是因为他底下的地质结构 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地质结构 就是说这四块区域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地质历史 这样的地质历史是什么意思 攸关着这块世界 全世界最高的这一块大地 它不是一次这样冒起来的 它是有先后顺序的 像我们弹钢琴一样 跳动 琴剑跳动一样 所以说在这样子的地质历史里面 第一个跳出来 这个喜马拉雅山 其实是最年轻的 它是很近期才跳就是冒出来的 那再来的话 其实最古老的 其实就是这个最神秘的这个横断山 它是最早最早 大概可以追溯到三千万年前 你要想三千万年前的时候 在这一块东亚山处有一块 已经高到三到四千公尺左右的山区 已经存在了 接下来才是可能中亚山地 或是青藏高原 然后最后才是喜马拉雅山 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一区 它不是哇 突然就被抬到天空上来 它是谁先谁后 然后有个顺序 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要知道这一点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在聊高山生物 高山植物好了 那最早出现高山的地方 是不是 它就是最有可能 在实践积累之下 有可能累积更多的高山生物 那当其他地区的高山地区 慢慢出现的时候 上面的生物会从哪里来 最有可能 就是从最古老的地方迁徙过来 对不对 就是离它最附近最古老的这个地方 迁徙过来 就跟我们台湾一样 台湾岛冒出来之后 人口来源 或是上面生物来源 第一种附近地理比较近的地方 或是更古老 孕育更多生物的地方迁徙过来 所以就知道这点非常的重要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说 横断山它其实不是一座山 它是七座山脉所组成的一个 而且这些山脉很重要的 它都是南北走向的哦 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南北走向的 所以说里面有七座山脉 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贡嘎山 它的最高峰达到七千五百多以上 七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那个 那这个是最 大家可能最听过的蜀山之王 就是以横断山来认识的话 可以认属山之王 那其实这个整个横断山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视觉景观 就是我们可能很熟悉的 我们常常在台东或是花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从平地就可以看到高山 虽然可能不见得看得到雪山 在花里有某些地方可能看得到 但是我们很习惯看到大山 还有峡谷这样子的风景 但在横断山也是 横断山它的一个特色就是 非常的高山河谷密集 而且集在一起 那这里的话就是 我们实际在横断山最有名的一个 山江病流峡谷 在蓝昌江也就是妹公河 那边在一个山腰上拍的一个景色 在这个景色里面 一张照片里面 我们就从河谷可以看到雪峰 可能对我们台湾人来说 这样子从山下看到山上还好嘛 但是你仔细看高虚 大家这个有多高哦 像这个地方有道路 还有河流存在地 还有人住的地方 现在河在这 这个地方大概1800多公尺 我们一直往上来到了雪峰这里 这已经高度就不是 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了 那就来到5500到6000公尺 它在这样子的里面浓缩了 一个照片里面浓缩这样巨大的海拔的一个梯度的落差 从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干热 底下因为山太高了 所以底下没有水气 所以底下从不变干干的 一路到慢慢的开始出现植物 有松树 然后慢慢再到真夜 你最后到高山植物的一个稀息的环境 这样一个巨大的海拔落差 它就是狠段山它最常见的一个风景 你在那边每一座山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跨度就是这么大 所以你可以想到里面住的非常非常不一 很多不一样的生物都聚集到基沃山上 那这里可以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像这个是叫梅里雪山旁边的宁永丁河 它是一个雅乐代的丁河 大家如果对自然文学 或是对台湾的自然地理有兴趣 会知道说听说在几万年前 台湾玉山也好 南湖大山还有雪山 我听说过常听到冰河遗迹 但大家从来没有想象 因为不是国家那个时代 所以你很难以想象 到底我们的高山要找冰河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现存的雅乐代 存在于雅乐代的冰河 山岳上的冰河的样貌 它跟我们在挪威或是高纬度地区 看到的冰河不一样 它是一个从山上真的像是瀑布一样 从山上留下来的一大块冰棚 冰棚冰块 只是它看起来不会流动 因为它是一大块冰 那我们可以藉着这个图片以后 可以去看到这样子的叙述的时候 可以想象原来我们的高山 台湾曾经高山上有这样一个景象 只是说我们画度可能没有这么大 但是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景观 那其实我们去台湾之所以为什么要介绍 恒断山很古老就是因为我想问大家一点 因为大家长期去世界各地 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旅游 像是去加拿大的洛基山或者是秘鲁 那边都有很多很高耸南地石山 然后也有很高耸的洛基山脉嘛 然后更多人可能去过欧洲 那一定要去什么阿尔卑斯山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东非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爬过坎雅山啊 或是至少去过坎雅 看过那边其实也有很高的山嘛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世界上这么多高山 其实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觉得山很美 高山看起来风景都很壮阔 其实很高秃秃的一个尖山 但是是很少去想过一件事情 到底这些高山 多老啊 年纪多大啊 那我们就想过 去问过这样子的事情 很少很少 我们通常不会去从这个方面去认识你 旅行也好 或是在书上看到也好的高山 那这里的每一个山附近 旁边都有一个单位 那是million years ago 就是百万年 以百万年为单位 那我们人类的生活很短 这是技术的话 是一年又年来技术 那以地球非常非常的古老 所以山的技术年龄 我们就用百万年来当一个尺度 可以知道我们讨论的这个时空是非常宏观的 可以看到在地球的历史里面 洛基山脉出现高海拔的高山地区的年纪只有 大概两到五百万 这些地球来说是年轻的 再来像北安地市山这一带也只有两三百多万年 这也是很著名的高全球著名的高山地带 再来东非这个大列国也就七到八百万年 阿尔卑士山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美丽的阿尔卑士山 它也不过就不会超过七百万年的历史 甚至台湾岛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大概就一到两百万年 我们的高山就中山脉 高海拔区域大概就这么年轻 从台湾本岛主体大概有五到六百万年 但是高山出现 河湾山这样子的地方出现的人 大概也只有一两百万年 所以非常可以看到 全世界这些高海拔的地区 高山的环境出现 其实是在地球的历史里面是年轻的 也就是在很古早的地球里面 你不会特别看到全球这么多高海拔的分布 唯独我们到亚洲看到一个什么 突然出现一个两位数的高山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横端山 它在整个北半 至少在北半球也好 它可以追溯到三千多万年前 远远老于世界上 其他目前几座主要高山的 高海拔的一个地区年龄 也就是它三千万年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人不过就七八十年 一只蟑螂最多活三年 对不对 然后旁边日本列岛 它中间也有很高的 日本阿阿培斯山系 那个也才一千五百万年 这座在东亚深处神秘 我不太知道的横断山 它有三千多万年的历史 这就是这座高山 在整个北半球很重大的一个 它的一个 一个存在的一个 值得去认识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的说 我们现在在讨论高山上的生物 高山上的植物 那它最有可能 这个名词所指称的这个实体 它诞生的源头 至少可以夺老 远远超过我们人类自己的 使用这个名词的历史 高山植物 高山生物 在北半球代表的这个实体 至少可以接受到三千万年 那特别有趣的事情是 这样子一个古老的一个山脉历史 是怎么样被验证出来的 其中一项证据是来自于化石 也就是说他们科学家呢 在横断山去挖到了这种植物的化石 这种植物是一种蝌蚪蚪植物 我相信赞助可能有非常多人 喜欢蝌蚪蚪植物 因为它有这个 很可爱的象石 大家很喜欢 因为它蝌蚪蚪的物种非常多 所以大家很喜欢去搜集 这是一个像石 因为它非常可爱 但是大家在搜集的时候 一定很少搜集过这一个 因为这种叫做它的名字 这种像蝌蚪蚪植物叫高山栗 它主要就是展在台湾的 比较高山的地方 那高山栗 出现在台湾这座高山岛上 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合理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但等下跟大家讲 其实它出现在台湾 问题很大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回到为什么 横断山这样子的一个山脉 可以被推论到这么老的年龄 因为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当全世界的高山海拔都这么年轻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这么老的山 其实有些人会质疑的 会去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一些测量方法测错了 或是你在研究上的一种误差什么的 其中他们推论其中一个证据 就是他们在横断山挖到 我们刚刚用高山栗的化石 高山栗现在几乎全部长在横断山跟喜马拉雅的高山上 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出现过 那高山栗有个很重要的形态特征 这个时候我们去画家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在叶子 不论是它有次还是每次 因为它有两种形态 不论是有次还是每次 你看到叶子的尖端 有个Z字形的叶脉 有看到 底下是直的 然后到后来就 就是这样 我自己很浪漫的去幻想 觉得它叫高山栗 所以这个林脉的样子很像什么山的林线 这个我自己也幻想 但你可以看到 它每一片叶子都有这样子的形式 尖端是一个 是像山脉一样 自制形的 所以这个 在特征 在所有高山栗都不会消失 even它变成了化石 它也还是长成这样 所以说古生物学家 很容易辨论出高山栗的化石 就是因为看到这个 像高山一样林脉的叶脉 就可以辨论出它来 那这个东西 在他们在横断山挖到的 最老的这个高山栗的化石 就是三千多万年 所以直接证明 这座山脉 至少可能有三千多万年的历史 这是一个来自于化石的证据 那我们刚刚讲过 高山栗出现在台湾这座高山岛 听起来很合理 但事实上问题很大 主要是因为 高山栗它是一个家族 这一个高山栗的家族里面 至少十八个物种 十六到十八个物种 它几乎都分布在很多 刚刚说过 横断山跟喜马拉雅山 还有横断山附近的秦岭 这样子 秦岭大家也记得吗 国中课本可能有教过什么 宇宙很高的山 什么零度等温限 我现在也记得这个 记得还要跟什么道座 什么一骑道座 什么有关的 那个我已经忘了 我还记得这个温度很重要 就南北 清理南北温度 年均温会差很多 所以说这个 它就只分布在这儿 唯独其中一个物种 叫做次叶高山栗 它是一个孤独的旅人 它就来到了台湾 那我刚刚说 为什么它来到台湾 问题很大 是因为 其实我们把视野拉开台湾 去看整个西太平洋上的岛屿 北从日本 南到印尼 其实每座岛屿 我们仔细去看 都有什么 都有高山 日本 我们就知道 日本本周有 日本阿阿贝西山系 高达2900到3000多公尺 可是上面有高山栗吗 完全没有 我们的南边 旅宋岛 也是有2900公尺以上的火山 上面找不到高山栗吗 没有 在南边到印尼 印尼我们知道 非常多3000公尺 4000公尺的火山 甚至大家常去的巴厘岛 上面就有3000多公尺的山 难道不知道 就不会去山上跑 去了巴厘岛 就要去海滨 其实后面有山可以跑 一样都没有高山栗 所以说在整个西太平洋岛 河湖上的众多高山里面 目前只有台湾有 那为什么会形成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非常的有趣 我们最后会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 那至少在生物地理学 这个领域里面 像这样子 同一种生物 或是亲人关系很近的生物 它间断在两个地方 两座 两个遥远的地方 尤其中间可能还被 一些你想象违背常理的 就生物不可能去通过的一些地景 像是沙漠 海洋 对陆域生物来说的 沙漠海洋 这些难以 就是那些生物很难去通过的地理 这样所区隔开来的 在分布情况 在生物地理学里面 是一种很诱人 很sexy 然后很神秘的一个谜团 叫做间断分布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横断山 其实横断山 横断是指着说 因为横断山这一块山区 它每一座山都是南北走向 很像中央山脉 就可以想象 中央山脉叠成七座 台成一台 这样在那边 你就可以大概想象出 横断山的整个山帽 山体地帽的一个形式 横断山 因为它南北走向 阻断了山脉两侧 人们之间的交流 横向的交流 所以被叫做横断山 但间断分布指的是 两类生物被 它的分布被切断 中间有一大段 没有出现 然后像是跳跃一样 在这边出现 在那边出现 然后中间是一些 让人觉得 生物不太可能 能够通过的地理障 那以高山植物来说 是什么 高山植物是要住在高山上 那高山植物所形成的 像高山里所形成的 间断分布 它中间阻止它们 或是让人们觉得 违背常理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中间没有高山 因为没有高山 就没有它可以生活的地方 所以说它形成的 就是这一个中间都没有高山 导致我们会觉得 高山植物怎么样 好像突然从横断山以下 尤其高山里 好像一下从会飞 会跳 会坐飞机一样 跑到了台湾岛上 而且它的目的地还很奇怪 只锁定我们台湾岛 没有去到其他附近的高山岛上 那这个其实就是 生物地理学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我刚刚讲过 生物地理学 也很关注一个谜题 那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有听过生物地理学吗 生物地理学其实是 除了本科是念森林啊 生物之外 可能比较少人会听过 生物地理学 或是植物地理学 植物地理学其实就是 生物地理学包含在里面的 一个子领域 那其实我们当时出书的时候 就在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一直在想 我们的读者是谁 我们的 我们的 很难得是要出一本书 或是不知道自己的书 谁会看 不知道自己预期的观众 读者是谁 就是因为 生物地理学 我们那本书要讲 是生物地理学 但生物地理学 在台湾好像在坊间 或是在报章杂志上 很少有听过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词汇 或是这个领域 所以当时我 我们决定还是要出书 或是去跟大家做这件事 就是为了推广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我自己私心而言 台湾岛 或是台湾人 是最应该认识 生物地理学的 因为我们的山 还有我们这座岛屿的特性 非常的适合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 这本书出版之后 刚刚那本第一本书出版之后 读者们给我们的反应 我们读这样子的学问 会特别有感情 会特别有响应 因为我们这座岛 就是生物来来去去的岛 包含自己 但是坊间却很少听到 这样子的一个学门 就是说我们之后 我们想到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把这个书推出来 因为要做推广 虽然不知道读者在哪 但也许值得一试 所以我们就希望 可以把生物地理学 或植物地理学 这样的这个名词出来 推广出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 初出的一个愿望 然后就也可能有点自豪吧 就是这本书后来 应该卖得不错 我在我的朋友圈 或是坊间 脸书上比较长 好像比较长看到 生物地理学这几个字 我不知道是我的幻觉 但是我觉得好像频率比较高 但其实事实上 生物地理学我也不该驱躬 因为其实对生物地理学 它有一个原型 其实不管是我们 在我们智能的祖先 还是近代文明里面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 生物地理学原型的知识 就像我们在座的各位 每一位读者 其实都知道 不用去学生物地理学是什么 但就知道生物地理学是什么 怎么说呢 但其实以各位来说的话 大家就会知道 现在有养猫的人 在家里面就会知道 自己的猫有什么样的分布习惯 它早上会在哪里 下午会在哪 它平常都在哪里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知识 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很广泛的生物地理学的一个问题 或是知识 因为其实生物地理学关心的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关心什么 特定的生物分布在哪里 像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只有北极有北极熊 南极有企鹅 为什么没有南极熊 有北极鹅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么常见的一个问题 特定的生物 为什么出现在特定的地方 再来 它们是哪里来的 如果有一天 我在南极发现了北极熊的化石 那不是代表在古老以前 南极也有北极熊 那现在的北极熊 跟以前的北极熊 它们之间是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关联 南北极这么远 还跨越赤道 这个熊是穿越地心过去的吗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些是不是有哪个地方 是不是现在北极熊 它的祖先是由南极来的 之类这样子的问题 这都是生物地语学很关心的一些 一些很基本的关键的问题 再来 它们也关心一个问题 叫生物对方性的热点 什么叫热点 其实很有趣 大家可以去想 其实地表上 生物每一个物种 加起来几千万个物种 它们的分布情况 其实是非常不平均的 我们举植物来说 微管树植物来说 它有超过50%的物种 全部集中在亚热带的高山 包含我们自己台湾岛上 超过50% 剩下的就全部四散在 地表上其他地方 那你们可以想 高山的面积这么小 然后塞了全世界50%以上的植物 在微管树植物在上面 这是很浓稠的 你知道非常浓密的 很可怕 像珍珠粉圆一样 挤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挤在山上那种密度 所以说非常的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热点 为什么会 地表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生物分布不均的情况 这些都是生物地理学 很核心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像讨论这些 我们刚刚说北极熊 为什么只有北极熊 南极才有气 这样的问题 在两百多年前 两三百年前 那是在那个神学 北欧洲的年世代里面 那就是贵族跟士生 才能够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特别举 这个是一个 国外的一本很有名的字 生物地理的科普书 生物地理在国外 是非常普遍的一门学科 不会像我们这里 这种非常的默默无垠 它的谚语叫 Here be the dragons 那为什么 它们当时就是一个 谚语是在讲龙 龙是一种在当时 在更多是在中世纪的时候 非常神秘 可怕 古老的怪兽 那去探讨怪 这种神秘怪兽的分布 其实就是 它们在那个时代 某一个谚语来表达 对未知的一种探索 是恐惧 所以说这本科普书就用这样 其实我们人类对生物的分布的了解 是非常远远流传的 而不是像两百年前 这个变成贵族跟士生 我们只有贵族才可以去讨论北极熊 为什么只有在北极 这样这种很tasty 很sexy的话题 并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这是我们智能的祖先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我们的祖先 他们当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现在过了半农耕 然后有过着游猎采集的 一个生活形态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祖先 他们也是智能 就跟我们同一个物种 他们就已经知道 生物地球的原型 就在他们的生活里 因为他们要存活的话 必须知道一项很重要的知识 是什么知识 食物的分布 如果是住在海边的民族 他们必须要去知道 什么时候 有一些特定的鱼种 它会在什么样的季节特别来 有些鱼会躲在什么样的洞穴里 有些鱼会出现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我们的祖先 你必须了解这样的资讯 你才能够活下去 那山上的民族 他们会知道野兽 哪些野兽会一起出现 哪些野兽什么出现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生物地球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生物如何分布 再来在号称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自己的古籍里面 出现到一些类似的叙述 像这个是管子里面 管子片 然后因为我每次都忘记 查这个字怎么念 反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段自己能够念到多少 不管怎么样 是不是看起来 有非常多的草在里面 一堆草 里面反正有一大堆草 但事实上古人就说 这个草 他会去描述它 什么草长在什么草上面 什么草长在什么草的左边 这样就是一种叙述性的 去描述生物分布的一个情况 这种在我们古籍里面 也是不实的 就会有记载 其实这也是生物地理学的原型 在这个人 大家有没有印象 知道是谁 他很辛苦 一直帮大家吃东西 这是神农嘛 所以说神农 他的一个行为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地理学原型 他要去确认这些草是什么样的食物 然后再来他要去吃到它的分布才能找得到这些草 然后记录下 所以生物地理学并不是像两百多年前那样 在欧洲世生贵族里面 只能贵族谈用的话题 而是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已经你我都其实都知道这门学门 可是在早期远古 我们的祖先甚至是比较古早的文明里面 生物地理学的一个特性是 有一个特性叫做隔离 就是一个民族或是一地的人民 他们只知道自己生活周遭附近的 等一下 忘记了一个 还有一个生物地理学很有名的概念 就是我们会讨论的叫特有种 然后特有种的话 其实我们在很有名的希腊史话里 我们是听过奥德修斯的旅程 他不是途中经过非常多的岛屿 在岛屿上面有什么 独眼巨人 有赛人海妖 还有就是些会吃人的花 吃人会种的巨花 什么的花朵这样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什么 这是我们很早的会记载的特有种的概念 我们不是台湾最喜欢聊特有种吗 谁是特有种 谁是特有种 但其实特有种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非常的 其实可以从奥德修斯这样 每一座这些怪物 这些植物 生物其实就独特在一座岛上面 它的旅程其实就在拜访 每一座岛屿上的特有种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我的唬烂 因为这是我是就是从这个伟大的这个大师的著作里面得到的灵感 其实他就来举例推广生物地理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那我刚刚讲到是说当时古代人 我们的祖先还有早期文明 他们生物地理学有一个特色就在于 他只知道自己身边周遭的地区里面的生物的分布 民族跟民族之间或是族群跟族群之间 不同地区的人民之间 他们对于那一边的生物怎么分布是不了解的 他们只知道自己分布区附近的一个情况 直到什么时候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来临 有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欧洲人所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很大程度的开始促进了不同地区人类的交流 然后以欧洲人为主的博物学家 他是理解到有一个全球的 比较全球一点的观点去理解到 生物在全地球上的分布 原来非常的有很多奇怪的形式 像是什么北极洲北极熊南极还有气人 这样子生物的分布其实远超于我平常的认识 它是在地表上有不同的一个 很奇怪的独特的分布形式 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台湾高山上所存在的一种 奇怪的间断分布现象 它跟盆断山有间断分布 那我想这个全世界目前的生物的植物来说 间断分布现象大概只有七八十种 还是数的出来 还是像少的 然后也不是说每一种间断分布现象 都让你那么觉得违背常理 不是觉得很吃惊 那你们如果我们读者现在 我们现在在场听众 我现在看到这样子的 狠断山跟台湾的间断分布现象 也许一时看不出它的特点不少 但是现在回想一下 刚介绍狠断山 当世界北半球也好 至少北半球也好 所有的高山都非常年轻的时候 唯有一座举世无双的山域 它在三千多万年前就达到了一个 三四千公尺左右的海拔 这个就是狠断山 而我们台湾岛是 大家很熟悉 常常在影片里面会知道的 它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地表 难得一见的 雅热带的高山岛 以狠断山世界上最古老的山脉 跟世界上最特殊的高山岛 所形成的生物间断分布现象 就是狠断山跟台湾 这些高山植物所形成在世界上 很独特的一种 生物地理分布的现象 而这个现象 我们不需要是教授 老师才能去讨论 而是生转之后岛上 我们大家一般人都需要可以去理解 就算爬不了高山 其实大家都去不了高山 去恒欢山 满地的高山植物 都是你可以去值得认识 他们就是大部分 很多那上面恒欢山看到的物种 就参与了 恒断山与台湾间断分布 这样子奇特生物分布模式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间断分布非常有趣 它在两三百年前的神学时代 它曾经被用来当作 在达尔文还没发表眼花论之前 它曾经被拿来当作 验证神的存在的一个证据 为什么 那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刚刚知道 间断分布组成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生物被跳跃性的分布在很遥远的笔端 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间断分布 是东亚北美间断分布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些生物种 像人参 它是在东亚有 然后跨越大太平洋 直接突然出现在北美洲 这样子是让人无法理解 怎么会有 而且也是人参的 人参该不会真的变成人参金 可以这样长大成金的 然后又跑的 走路的从白定海峡 这样走到北美洲吗 不可能嘛 是植物耶 对不对 所以说当时这个时候就很多人 有一些当时野花论打吻 他们还没有发表 正式发表野花论之前 间断分布 他们当时有一些很多生物学 整个神学的生物学 他们认为 当然就是上帝的安排 这么完美的 很奇怪的 就是把一个生物放在这一边 要把另外一个生物 放在那么远的一边 这个看似没有道理 但其实就是神的安排 那我们发现这样子的分布线下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干嘛 去彰显神的旨意 去彰显神对这个世界 所做的创造是怎么样 我们就发现了神 在创造世界里面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 就是神安排了这些生物 在这个地方 要安排它到那个地方 然后让我们去发现 它这样子很精心巧乐的安排 甚至如何精心巧妙 明明在这里 这个生物它会有它适合的棋地 在太平洋 以人生来说 在太平洋另外一端 怎么刚好又有人生 可以长的地方呢 就是怎么又刚好 有人生可以生长的环境呢 这种非常完美的匹配关系 不是神创造的 还有什么其他理由 大家可以讲 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演化论 或是生物会变化 这样子的概念 实在太熟悉了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去思考当时的门门 当时最有可能的解释 的确可能可以归类到上帝的创造 但是现在 我们不一定要使用上帝的创造 所以科学的这样子的进展 我们有其他的理论 其他的方式可以去解释 这些看起来违背常理的间断分布 那很重要的理论 这些科学理论发展出来 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 我们已经发现过去整个地球 自诞生以来 可能不是像创世纪 所记载的那样子被创造的过程 而是一个超过数十一年 一直在变化的地球 那这一张地球地图 大家看起来怎么样 熟悉吗 好像还可以 因为有看得到南美洲 看得到北美洲 也看到非洲、澳洲、南极洲 可是南第一个 马上突然看到 南极洲怎么能够那么绿啊 这个是一个3300多万年前 差不多是横断山 高山区域诞生年代的一个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 很有趣 我们整个欧洲跟亚洲 是有一个前海微微分割开来 甚至是格里兰岛 它也非常的在比较南边 所以说在北半球 你可以看到北美洲虽然很完整 可是整个亚洲支离破碎 亚洲跟欧洲有一点分开 那甚至整个南欧跟东亚这一区 是一辈大片非常辽阔的 这个深浅就是海洋的深度 前海覆盖起来的广大的海域 但你没有 现在这里最著名的是什么 青藏高原 还有我们刚说泛青藏高地 全世界最大的超高海拔的天空之岛 就在这里 当时完全不存在 那个时候存在的高山只有在 恒断山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动态地球里面 其实地球的板块也好 或是地貌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刚刚看到 恒断山跟台湾这种奇怪的 高山生物的间断分布 很多间断分布只要回头去看地球的历史 在动态的过程里面一定有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找到连接起来 这些间断分布生物的一个地质时代 例如可能这两个地方以前是有陆地连接的 这两个地方以前并不是隔着沙漠 而是一片森林 像其实像现在的青藏高原 在那个时候其实海拔很低 大家只有两千多公尺 就像我们以前没有被砍伐的阿里山 可以想象一下阿里山一样 在那里是有山谷 还有小矮的山 然后还有丘陵 然后温度也比较温暖 就像我们大家在嘉义去中吉山 或是我们台中旁边去爬山 当时会有什么东西 最近才在青藏高原上 青藏高原不是有跟大家说有四千五百多公尺的海拔吗 他们最近挖到了一种植物的化石 在青藏高原的上面 那个是羊蹄甲 大家知道羊蹄甲是 高雄肯定中很多吧 这是一个雅热带或热带的植物 怎么在青藏高原上挖到了它 甚至是上一个季节 可能一个月前 大家非常疯 或者觉得很漂亮的 台湾蓝树在开花节 结石了 是不是整个街道上 青藏树变得很漂亮 一片楚红色 青藏高原上曾经挖出了六种 将近六种的蓝树 那现身的蓝树只有两种 一个就在台湾 一个在中国 一个在台湾 一个斐济 一个在中国 那在青藏高原上挖出了六种已经灭绝的蓝树 代表在那么早在一定的地质年代以前 青藏高原 大家在这个地质年代里面 就是一个矮的 中山 然后还长了蓝树 各种不同的蓝树 还有六种 他想要非常想像那种画面 所以说 当我们如果接受动态地球的这个概念的话 就会知道间断分布其实也不是那么不能解释 那么违背常理 我们不一定要去诉诸到上帝的安排 我们也可以找到 从地球上实际的地质历史里面 去验证这样子的一个分布的形成 那我们现在要讲盆断三跟台湾 因为这三十分钟 我们比较快带过一下 就是盆断三跟台湾这样的高山生物所形成的间断分布 最重要的形成的原因 我们要先去回想一个时期 一个过去的地质年代 动态地球里面其中的一个年代 就叫做冰河期 这个是我去冰岛时候拍摄的一个冰岛的画面 冰岛上那个时候冬天 那个时候我当时到冰岛我就 就马上想到 可能因为生活地理学着 所以我马上想到 哇这会不会是冰河期的时候 甚至在台湾 或者是一些我们隔壁的东亚上 尤其北美洲可以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 像冰岛现在的冰岛上的模样 那其实我们要回想到 其实地球在最近的一个地质年代 我们刚才地球可能用百万年来当一个测量尺度 在最近的地质年代里 其实它的温度 是像坐明霄飞车一样上上下下的 那这个下面是千年 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八十万年起 这里是一个NASA的一个资料 就是从八十万年以前到现在 我们看到 上面的peak就是温度上升 下面的peak就是温度下降 这旁边X轴是温度的摄氏度 可以看到过去八十万年以下地球一直出现在高温 低温高温低温高温低温 高温低温的反复循环的一个过程里 这是我们最近的地质历史里面一个动态地球里面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当然是没有很冷的时候 甚至还越来越热 甚至有人说有些研究出我们因为人类的行为 把这样子的周期推迟了十万年 所以说喜欢冷的朋友们可能就是要投胎更多事 才可以等到下一次冰河期来 因为我们人类现在的行为 可能已经把下一次的冰河期推迟了十万年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些年代 所以只要是谷底代表低温的时候 那个时候主展大地的 生物不是我们这些怕冷的猴子 我们是那些喜欢冷的生物包含了高山植物 在这样子每一个八十万年里面每一次低温的时候 它们才是世界上的主展 它们的分布范围比现在宽阔的非常非常多 那为什么地球会出现这种进入动态地球会出现这样子的历史 那我不是地质系的 但我生物地质的特色就是你要五花八门都要去跨领域都了解一下 反正有几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是跟地球的一个公管的一个轨迹 它有时候其实是圆形跟土圆形不一样 再还有一个是地球的倾斜的角度 还有动态轴的转的一个角度 其实这三个角度会影响到一件事情 就是太阳照射到北半球 尤其是北极地区的一个日照量 那当进入到某一定的组合 这三个参数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北半球入射的阳光量会非常的比较少 导致雪会一直 夏天的雪会很难融化 所以雪在高纬度地方会一直积累 每一年一年几万年这样积累下来 就慢慢推进把地球进入到什么 冰河时代 那这个冰河时代就会出现到 我们要想象北美洲 就是现在的美国 整个加拿大是被 在这种冰河期发育到最极限的时候 整个加拿大是被几公里后的冰棚盖住了 那上面是不可能有任何生物 因为一大片冰把整个陆地压着 我们现在去挪威去加拿大 看的那些漂亮的冰河景观 其实它之前上面盖的就是 那些山峰上面盖的就是冰河 就是冰棚 已经不叫冰河了 是叫大陆形冰棚 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多可怕 但是高山植物们就很happy 就是他们就非常开心 因为当全世界的很多水都在北半 就是在北极变成了冰之后 全世界会有一个什么情况 海平面就下降了 那海平面下降的时候 台湾跟东亚大陆之间 就有一块非常大的 东亚大陆的边缘的大陆棚 因为它大概最深也只有200公尺而已 甚至在台湾海峡这一区 可能只有最浅的处之后 大家就不叫好像20几公尺吧 最浅的地方 所以当时海平面是可以下降 冰河起发育到极致的时候 就可以下降到快200公尺 所以整个东亚大陆 国土大增 甚至连到这个出现了一片 很广大从海里冒出来的土地 以前的东海 大部分是陆地 也接到了台湾 甚至在台湾这边形成了 陆桥 这一个就是当时 东亚大陆开冰河起扩张的一个区域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来自横断山 因为我们知道横断山 为什么可以当作源头 我们现在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它是最古老的高山山脉之一 它是整个北方最古老的山脉之一 所以它上面孕育了好几世代的高山生物 所以说他们今天 当他们的时代冰河起的时候 他们时代来临的时候 他们最有本情去外 去进行大侵袭 那动物也好植物也好 尤其植物 我们现在在有限 因为横断山跟台湾 在台湾真的很少人知道 那受制的原因也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生物地理学在台湾 也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很陌生的学问 但是至少在目前 有关的一些有限的案例里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三条道路 横断山的植物怎么来台湾 第一条 它是通过横断山为主 然后通过北边的附属山脉秦岭 然后突然来到台湾岛 为什么突然来到台湾岛 就是因为这中间秦岭到台湾之间 这一个方向 这个附近没有什么高山 所以说就算在冰河岐那边的山也不够高 高到可以让高山植物可以利用 所以说 但是会呈现出这样子分布形式的这种 走这条道路是什么植物 是这个玉山薔薇 这是台湾高山上的玫瑰花 非常漂亮 很多人喜欢开虹 然后这个它的果实 其实就是大家看到薔薇克的果实 其实红红的 然后是可以有些鸟类可能会喜欢吃的 所以说 这一条从横断山来到秦岭 然后再来到台湾 这条的 使用这条路的这个植物 它有可能就是靠着 为什么它可以跨越中间这些 就算在冰河期 也不见得能够生存的区域 它可能靠着一些鸟 一些迁徙的鸟类来到台湾 那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道路是使用南岭 那这个就比较直觉一点 如果对东亚的历史 有稍微了解一点的话 可以知道 从喜马拉雅到横断山 接下来是什么 云会高原 接下来是什么 南岭 然后这里是武夷山 然后再 跳到就是台湾 就是通过这个 这里的路桥 就有可能来到台湾 我刚刚忘记补了这个 就是从秦岭到台湾 这个它是先到了武夷山 然后再到台湾 所以它是走秦岭武夷山道路 那下一个是 这个 这个植物它呢 就走的是秦岭 它不是走北边这个 虽然它在这里也有 我们这个植物叫 甲兆甲 它其实非常有趣 是高山上一种 台湾真的是 讲出来 除了做植物的人 竟然是没有人知道的植物 但是这个植物 我们发现它的静原种是在这里 分布在喜马拉雅跟横断山 叫做青刺间的一种植物 然后这个东西在中药里面 在北方被拿来当中药的两种 但是台湾的这个甲兆甲 是跟这一种青刺间 血缘关系最近的 跟这个陈段山 喜马拉雅关系最近的 那这种甲兆甲在台湾默默无名 可是在 横断山却非常非常的有名 因为那里 大家不知道我们听过一个民族 叫做纳西族 纳西族是市居在丽江 玉龙雪山之下的一个民族 他们对于青刺间这个植物的妙用 非常熟悉 他们在文化里面青刺间 他长了这个刺 一样长了这个刺 这个刺他们会拿来挂在小孩的 那个婴儿床前去惊吓恶灵 它就是一个抵御性的 像护身骨一样的东西 青刺间的这个 这个油 果子榨出来的油 他们会拿来梳头 甚至有时候拿 像我们喝苦茶 油羊会拿来喝 非常的有保健食品的效果 也可以保养 所以甚至现在中国那边 有一些生技公司 已经把青刺间拿来做 这个青刺间油拿来做商用 但是同样的 我们在台湾完全不知道 这个跟青刺间这么 在纳西族神圣的植物 在台湾 我们基本上不太知道这个植物有什么功能 甚至知道这个植物也非常少 这就是我一开始讲到那个 我们可以从恒断山跟台湾 间断坟墓里面 学到的一些有用的知识 因为像一开始那位 我说的大家还记得吗 可能有点一个小时多前 那位女士 她是借由台湾的高山 开始启发了她想回去认识自己家乡 大山的这个神秘或是浩瀚 但我们也同样可以从恒断山 这也得到非常多的借鉴 就像这一个在台湾默默无名的植物 它到底在台湾 它既然血人关系 跟亲人关系 跟这个青刺间最近 相似的化学功能 相似的食用 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在她身上 那这一个植物 它当时在科学家的推论里 它就沿着南岭 一路就来到了台湾 那最后一个道路就是秦岭 那这个秦岭是 我再多讲一点 就是这一张脚弯就可以 那这个是讲的 山岳花草 这个东西 我以前我认植物也很乱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去认植物 我喜欢认植物 但是我会认的植物 是有故事的植物 只要在植物 有背后 有很有趣的生物地理的故事 或是它突然怎么样 它有故事性的话 我就会认得很有动力 就会非常的 很有动力去认识植物 那这个植物当时真的是 你看 它简直可以当作 高山上最不起眼 或是最容易 让人忽略的一种草本植物 谁会花又小 叶子也小 根本就是 不会去留意到它 但是后来 我知道它的生物地理的故事之后 就怎么样 以后到何凡下 我都不可能错过它 因为它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生物地理历史 因为它在台湾叫三二花草 那三二花草所属的一个鼠 你们记得吗 种以上上一个单位是鼠 是叫双生鼠 双生鼠是个叫 以前记载 一直记载都是 横断山 还有附属山脉 特有的属 因为台湾非常喜欢强调特有种 还有特有的概念 我这也想借三二花草 给大家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启发 我们看到三二花草 它来到台湾历史 非常有趣 它原本是被当作了 横断山地区的特有鼠 也就是全世界就是横断山 能找到双生鼠的物种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双 那个三二花草 直到台湾岛上竟然出现了三二花草 这个横断山特有鼠的概念就不见了 因为台湾岛是台湾岛 横断山是横断山 横断山是横断山 所以基本上 它就再也不能够成为特有鼠了 那每个国家都很喜欢强调特有鼠特有鼠 中国自然就有强调特有鼠的数量 但今天很 因为这个东西跑到了台湾岛上 中国就不能宣称这个是一个中国特有鼠 那可是呢 那很开心 我们台湾多了一个很有趣的代表 这种横断山 间断台湾的这种奇妙的间断分布的职务成员 然后呢 我们却发现 最近发现一个 科学职务学院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他们在印尼的中央高地上的 很神秘的 印尼不是很东西走上一个大岛吗 爪哇岛跟那个印尼岛 印尼岛中央高山是有高山的哦 发现了三二花草的一个族群 也就是说三二花草 他也不甘于待在台湾 他又旅行到了遥远的印尼去 那其实这个三二花草的这个案例就给 可以给大家一点启发是什么 特有种真的会一直在台湾吗 台湾特有种会一直存在在台湾吗 特有的概念都是一个实地 一个特定时空底下的概念 谁说现在的台湾特有种 他就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框架在台湾岛里面 谁说他就不会在下一个冰河期 或是下一个世纪 或是下一个时候旅行到了别的地方 台湾也从来不曾把台湾人绑在岛上 我们也是自由自在的在世界上的地方探索 生物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生物地理学 对像我们这座岛屿 以这样岛屿的居民 还有岛屿来说是非常有趣 不该只是在老师们或教授们 或是学术界讨论的一种学们 他就跟我们作为台湾人的一个特性 还有整个岛屿的一个特性 都非常契合非常有趣 我们读起来会特别有感觉的一名学科 那最后最后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 其实我们整个恒段山台湾见到的 他们不只是高山植物 是因为我做高山植物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很多人现在这么古老的一片 高山区它孕育了那么多的万千森林 来台湾怎么可能就是一两个 也怎么可能只有植物 它当时来的肯定是什么 可能带一片森林一起来的 森林里面的很多生物都一起来了 像至少我们看到高山上很多熟悉的鸟类 这些鸟类 灰穴 还有九红猪雀 还有冠雨化眉 他们目前的翠镜的姐妹的物种 也都在弘断山区 或者是附近的附属山脉 再来这个花腹吹灰蝶 是非常有名的一种昆虫 台湾的明星昆虫 跟那个山猫菊有一些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静原种是在弘断山区 跟山猫菊一样 所以说来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想它可能是一个 一大群生物各式各样的生物参与的 只是说现在中间很多人可能灭绝了 很多生物可能灭绝了 可能很多在台湾也是就地灭绝 竞争不过 原本就在他们来之前就在岛上的生物 我们要在台湾岛上是四方之岛 我们强调横断台湾 但不是代表台湾只有横断台湾 台湾还有日本来的南方 南半球来的 还有北方其他朝鲜半岛也好 是北极地区来的高山植物 所以就最后就是在这里就谢谢大家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景象 就是台湾的玉山的一个画面 我们用实际上的视觉来感受这种相似性 玉山呢 玉山圆 这是玉山主峰 玉山有大面的峭壁 还有像这个以玉山圆伯组成的灌丑 上面有非常漂亮的这个玉山绣球藤的这个 玉山圆的花朵 这是横断山的一个那个白马雪山那边的图片 也是非常高海拔那种山地破碎的那种碎石坡流石滩 然后也有我们看到这个玉山圆伯长在这里像小冠虫一样 中间也夹杂着其他的花朵 这些花朵虽然这个没有分布在台湾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在玉山圆伯长的这个修求藤 他也同样盛开在白马雪山的山顶 那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